HELLO 大家好 我NICO 今天這條影片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婚禮進度進行成怎樣 我值得沒有坐定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婚禮搞成怎樣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我真的什麼都還沒搞成 沒什麼可以分享 整個婚禮剩下的時間 只分一個月 首先我等到這個婚禮新手 跟大家介紹一下婚禮要準備什麼 首先有皮膚管理 場地 條件 邀請 婚紗 妝髮 當日的拍攝 阻音 布置 對於婚禮想要的畫面 已經很具體在我的樓裡 我只要找到對的資源配合 就OK 這個步驟已經很難 首先預算要對 然後季節性很重要 但是季節性得來又要假期又要對 因為你邀請的人很多都是回全職 很難要特意請假過來 然後還要看家人的意願 然後還要找適合你心水的一些商品 例如妝髮 婚紗這些 都要慢慢去看 慢慢選 就這樣憑空想像就好像很幸福 但是當我真正的準備 我就發覺是 很多東西都會很危險 特別是預算的問題 真的有錢就可以解決到 但是我們又不是富豪 所以夢想的婚禮 又會因為這些現實的因素 而去作出改變 或者要放棄 首先講一下我最早解決的場地安排 始終我是高陽市人妻 所以我也是會去高陽市搞這個婚禮 但是很近首爾的高陽市 在首爾搭地鐵一條線 就已經過得到的一個地方 我之前就有拍過一條Vlog 是去參觀婚禮場地的 當時我就很喜歡那個場 很喜歡那邊的氛圍 整個大小 自由度 都是很符合我心水的 但是因為那邊的場地費用 比我當時的預算高很多 所以就放棄了 但是隔了幾個月 中間我也是不停在找一些適合的場地 沒有一個是選得下手 而隨著時間的流勢 我的心裡越來越急 是整個人很急躁 很焦慮 只剩下半年了 我們要去覆場 但每一次跟李生討論婚禮的時候 李生總是抱著一個 無所謂啦 你喜歡就行了 什麼都無所謂的態度 所以有一次我就忍不住哭了出來 對呀 大家說的婚禮爭執 我們都出現了 因為其實我內心心底 我都很清楚自己 其實是我真的很喜歡上次去的場地 但因為李生表現都無所謂 就搞到好像只有我自己喜歡 搞到我不太敢說出來 內心就鼓鼓鼓鼓 有些小劇場就開始爆發了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委屈啊 然後就開始哭了 然後T型人格的李生呢 這個時候就完全是整個 他完全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邊哭了 邊說我有多委屈啊 然後就說到 你看我多忍我都沒說出來 你看我多懂事啊 然後李生就很冷靜地 不如就選那裡 錢再賺就可以了 我最唯一只有一個 就是你可不開心 全通話這樣拍出來 很肉麻 然後我聽到的當下 是真的喘氣那種爆哭 因為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其實我跟李生呢 都不是什麼富貴人家出身的 我跟他一直都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很努力地賺錢啊 工作啊 特別是我們簽了紙之後呢 我跟他是更加有那種責任感出來的 所以我跟他呢 都很少會亂花錢的 我是連把這些舒服一點的電腦椅子 我都想了一年 所以籌備婚禮對我來說呢 都真的挺大壓力的 所以在這麼多個要花錢的項目之中呢 有得選我一定選性價比最高的 尤其是在皮膚管理這一部分 外面做facial可能一買 就要整個package要怎麼買 其實都挺大的負擔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可以在家裡 無限次做的一個專業級facial護膚方法 就是這部Medicure的HL Boost H 這個家有美容宜呢 應該不用我多說 大家都知道他有多紅的 比我還好 有參加過這次2023見宇尾展覽的人 應該都知道Medicure的人氣是多麼瘋狂 在韓國已經知道Medicure的知名度 沒想過在香港原來都是高到這樣的 聽聞那時候呢 是由早上到晚上 都保持著有人排隊 就是為了Medicure 無論在韓國還是香港 Medicure的口碑都是非常好的 其實我身邊有真的很多朋友 是有用Medicure的美容液 都是覺得HL是真的有即時的效果的 特別是出現COVID之後呢 大家在家做facial的想法就更加強烈了 所以在家的短時間內 已經可以呈現到美容液效果的 這個Medicure的美容液 是真的性價比非常之高的 然後我一試就明白 高人氣的總有它的原因 它是真的可以將我平時用的護膚品 是昇華到第二個境界 它是可以配合任何 是任何 無論大小分子的所有產品 通通都可以配合使用 用了它的皮膚感覺好像飲爆水一樣 將基礎護膚品都推到它的肌膚底層的感覺 是將護膚品的吸收力提升到490% 補水就是補水 美白就是美白 彈性就是彈性 特別是我們平時省著省著用的貴價精華 用手上的話 不單會浪費了精華 有效成分都會比較難去到基底底層 我自己就很喜歡用這一款 可以每天早晚都配搭Booster H一起用 而這部機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可以配搭任何護膚品 還可以自由控制時間 就可以很快速很輕鬆地 在家裡都達到美容卷做Facial效果 所以用H.O幫忙 我每次都會有一種不賺了的感覺 我最近經常看一些韓星的個人YouTube Channel 不過有防腐低皮膚之稱的韓星 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它們掃眼的時候 都是保持臉立立力的 就是那種散發出健康又高級的光澤感 而用完Medicure這部機的效果 正正就是那種透亮水光機 它結合水光針的功效 達到無壓痕無痛下 即時提升皮膚光澤度 但有沒有打完水光針需要的恢復期 還可以每天早晚用 特別是我這年洗臉都懶的夜人 這部機完美適合 因為它只需要五分鐘 而且你看它只有一個按鈕 還不用換機頭 機器絲都一定會用 我自己用來覺得早晚茶精華 或者我敷完面膜 留下精華的時候用 是效果最好的 我就會按照當日的肌膚狀態 選擇適合用的產品 它有五個強度選擇 建議第一次用 都是由強度一開始 我現在習慣了就會用強度三 它有分三種不同的使用手法 分別是打圈、推拉和重壓 打圈我會主要用在大範圍的位置 例如兩邊面額位 壓頭 或者下巴的位置 推拉我會用在眼底 八字紋 或者V-Line 這些要提拉 或者要撫平紋路的位置 想重點去紋的位置 會再用重壓方式 再按多它幾下 我也不一定用完五分鐘 既然它差不多吸收完 我就會停手 用了它之後 我的皮膚是比我前面用手上 有彈性了 長期保持著用 一些細紋的位置都會一起變淡 好 好 搞好皮膚 就來到這個妝髮的部分 妝髮我是還沒預約的 我完全沒時間去選 就來就來會選的了 因為我始終都試過三次在韓國給人化妝 這三次的經歷都不是太良好 所以大家看我對於韓國化妝的熱誠度 減低了很多 我真的有想過 是不是應該要自己化 下一個就是貼的部分 貼我就是上網找的 但是我發現原來韓國很多網 他們都有一個很好的服務 就是可以免費送一套 sample給你 給你看看真實的質感 大小 而且運費都不用給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 它來到這個 sample 首先是我選的設計 還有送貼紙 是信封的貼紙 它發了六個尺寸 不同質地的信封 還有很有趣 然後有這個擠棍 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這樣 但是在韓國如果去婚禮的話 是大家要拿著擠棍 你才可以在那裡吃東西的 但我沒想過原來是 做貼紙的時候就會做給它 我以為是那個酒店給它 好像書籤的一個大小 它是兩張這樣分開的 然後就用一條繩掛著它 它後面也是放了一些地址 然後有一個印紙 不是 我選的最大月印 都因為它這樣分開兩張 我遲些就可以不要後面這個 直接掛這個在圓關位 或者當書籤這樣用 而且我跟李先生 還沒有這個紀念日概念 所以放在圓關位 或者多難地方 就抹著自己 結婚周年了 而且它會跟上一個 虛擬版門 是不是叫虛擬版門 手機版的一個起貼 其實最近大家都很少會 真是print出來 做一個實體的 但是我自己就是最後這種傳統 我覺得很漂亮 我純粹也是為了自己 可以之後留念 邀請這一部分 因為我是海外婚禮的關係 所以才會多了這一部分 如果正常 正常程序 我猜應該就是 見到朋友 就會給它一張貼 或者是就這樣靠託給它 但因為我的朋友和家人 都存在香港 他們要特地飛過來去參加我婚禮的話 我就一定要跟他們說定 而我呢 就真的是非常之幸福 在香港的朋友 他們全部都是一口答應了 可以飛過來找我 而且他們給我的感覺 是完全沒有想過不來 就覺得 當然要去 那種感覺 家人始終會有很多小朋友 還有老人家 這些很難循徒 所以我會在香港再搞多一場 我本身就想著香港那場 是有些飛不到過來的朋友都會參加到 但我沒想過所有朋友都來到韓國 所以就變成現在香港那場 可能放過酒啊 可能吃過飯 主要是給老人家 跟他們交代聲 我要結婚啦 這樣 還有一個角色就是 現在在看影片的觀眾 雖然不是說很多 但其實有些DM留言 我也是有收到說 你如果可以參加你的婚禮就好了 你會不會可以邀請觀眾去的 好窩心 我沒想過會有親近的陌生人 會想去參加我的婚禮 但因為我的家人 和李先生的家人 都是不希望出鏡 而且對我youtuber這個職業 還是會覺得太新鮮 所以最後我和李先生都是決定 邀請最親近的朋友 家人就完了 不會再邀請更多 本身在韓國也有一個傳統 是不是叫傳統呢 他們大部分搞婚禮 真的會邀請三不識七的人 是真的第一次見的人 會出現在你婚禮 可能是你的同事女朋友 遠房親戚 他也可以過來 但是李先生和我 就不太喜歡這個 所以最後我們 遇上的人數 應該都是差不多100左右 所以就 對 有點可惜 很感謝那幾位 有問我的觀眾 嗯 那介紹組呢 我也有找過幾個 是我平時有follow開的沙錢賊家 但是呢 他們統一回覆我的 都是說 我們不拍盤職沙錢 或者有些是會接的 就已經是full booking 到下年的下半年了 我剛才都太遲了 真的 始終十月這些季節 真的是結婚旺季 然後就到音響和報紙了 這兩樣東西 都是會由場地那邊去負責的 所以 接下來呢 都要約一天再去場地 跟他們的負責人再聊 我們想要的 一些更加具體的option 那去的時候呢 就要定好所有東西了 其實我在想 是不是要好像韓國婚禮 是不是要有些唱歌環節 搞一下氣氛 但是新郎就一定不會 因為他都沒想過 那一天自己是主人工 我覺得他來參加我的婚禮 然後就到婚紗了 那婚紗呢 沒錯 還有一個月 我還是還沒搞的 對不起 現在開始會迫自己 要快點去搞好 所以有什麼update的話 就再拍片和大家分享 那多謝收看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我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可以留言跟我說你想說的東西 還可以follow我instagram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bye 我們下條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